是美國的前總統川普 在美東時間15號下午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凌晨 在自家的佛州高球場打球 結果傳出槍響 警方是逮捕一名逃離現場的男子 並且在他的身上查獲了 包含IK-47步槍以及GoPro等等器材 而知名男子遭到拘捕 川普發了聲明表示安全 嫌疑狀況交給國際中線記者韓軍磊 是的 主播共和黨總統候選川普 當地時間15號下午在佛羅里達州西東 西東旅貪國際格爾夫球球場打球 沒想到現場傳出槍響 當時是特勤人員眼尖發現 距離川普300多公尺外的草丛伸出步槍 特勤立刻開槍制止 不料前犯就逃逸了 遭到警方在公路攔截後 團團包圍被捕 而警方隨後在車內發現 配備瞄準鏡的AK-47步槍 被捕的男子是58歲 來自夏威夷的魯斯 他常在社群媒體上發表左派言論 但暗殺動機還有待釐清 另外警方也在球場內發現兩個背包 裡面疑似有用來攝影的GoPro FBI目前已經朝企圖暗殺川普調查 索性川普本人是平安的 至於開場地點是位於球場的第五棟 而根據ABC記者表示 這一棟距離球場外的道路是最近的 應該是最好逃離的地點 不過警方還是根據目擊者指證 追捕到槍手嫌犯 而這個球場是川普所有距離他的海湖莊園 只有數英里遠 這是兩個月來第二起與川普有關的預謀暗殺事件 川普在7月13號的賓州造勢延長時 一名男子就對他連開了八槍 川普幼兒被子彈擦傷 另外還造成一死兩重傷 不過這名暗殺槍手已經隨後遭到維安人員擊斃 以上最新情形 新主播 好 現在軍臉我們來看到 在帶來關心美國前總川普 在今天凌晨在自家的高爾夫球場 來打球的時候傳出了槍響 那麼根據美國聯邦對話局FBI 以及現在在這個偵辦的部分 是以預謀行刺川普來偵辦 當地警方在記者會也公布 在當場發現了AK-47步槍 還有拍攝現場使用的GoPro 先帶來關心 警方證實在當地時間下 還有一點半左右傳出的槍響 就是特勤局幹員在發現有人持槍 立刻開槍的一個反制措施 而警方能夠迅速的追捕到這名嫌犯 是因為目擊者看到嫌犯逃離球場過程 並且看到他使用的日產休旅車 顏色跟車牌 所以迅速在公路上攔截逮人 而警方表示這名嫌犯落網時 是獨自一個人 情緒冷靜 但是他拒絕入口供 目前嫌犯也確認是58歲 來自夏威的魯斯 他也過去常常在社群媒體發表左派的言論 但是詳細的犯案動機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